亲俄的落地布鲁基卫士及战地记者 卢戈日前从巴赫木特一线发回报道称 虽然以瓦格拉雇佣军集团为主的俄军 掌握了巴赫木特将近一半的土地 且形成对乌克兰守军半包围态势 但乌克兰将近2万军力在外围 对瓦格拉集团将形成反包围态势 之前一度传出乌克兰将弃守巴赫木特的消息 但就在日前 泽连斯基和乌军总司令扎卢日尼等共同确定 将坚守巴赫木特并往巴赫木特方向增兵 令根据国际综合媒体消息 乌克兰大约5万军人已经完成北约的培训 将前往前线 还有后续军力正在和将会接受培训 结合相关武器供给的消息 乌克兰应该很快发动全面反攻 武器的事情下面在谈 这里聊几句俄乌态势 在去年11月份 俄军从赫尔松 蒂涅伯河北岸全面撤退到南岸之后 双方形成僵尸局面 对乌克兰来说 其想要在北约提供爱国者和欧洲最强的萨姆梯防空系统 通过统合次一级的防空系统形成体系 同时融入北约体系 打造乌克兰铁板一块的天空 保护地面攻击火力 保护经济和社会正常运行 保证军工正常运行并扩大升级生产 同时等待大量北约生产坦克装甲车到场 乌克兰想要强力的攻防武器到场 并完成初步培训 然后开始在东南部向亚索海边攻击推进 分割东巴斯和克里尼亚赫尔松的俄军 在东巴斯地区则拖累和消耗俄军 对于俄罗斯来说 其想要在乌克兰攻防体系建立起来之前 利用东巴斯和本土直接连片的优势 拿下东巴斯尽可能多的地盘 最好再能多拿点别的土地 然后以核武器压阵 逼迫乌克兰接受和谈 其或许想的是 即便全部失去扎布罗热和赫尔松 也绝不失去对东巴斯和克里尼亚的控制 其乃至于有在失去克里尼亚的准备 但只要掌控东巴斯 就可随时向前推进蚕食 所以乌克兰最近一直采取积极防御态势 再等强力攻防武器和相关培训 双方的焦点主要在东巴斯 集中在巴赫木特 根据前几天消息 美国第一批爱国者系统已经送到了乌克兰 德国一套 荷兰两套爱国者系统正在准备之中 美国应该后续还有该系统 法国和意大利的萨姆提系统也在准备和培训之中 这些应该在6月份之前全部送达 可能还会继续叠加 大量北约装甲车已经进入乌克兰 还有更多的正在等待进入 现在数以千计的北约装甲车 汽车以及坦克集中在了波兰 立陶宛等等待送入乌克兰 就北约坦克来说 波兰的四辆鲍尔A4已经进入乌克兰 有消息称其已经出现在前线 根据最新消息 波兰给乌克兰的另外十辆鲍尔坦克 将在本周送抵乌克兰 也就是在本周乌克兰将至少接收到 14辆波兰坦克 德国方面称 18辆德国和3辆葡萄牙的 波兰A6主战坦克 将于本月抵达乌克兰 一同抵达的 还有已完成受训的坦克小队 此外 瑞典、挪威、西班牙、芬兰承诺的 波兰坦克 也应该会在本月底前左右 送达乌克兰 加拿大在2月24日发表声明称 将在之前4辆的基础上 再增加4辆报二 总共8辆 提交给乌克兰 综合如上 乌克兰将在近期收到74辆报二 加上英国的28辆挑战者2坦克 这已经102了 还有美国的31辆埃布拉姆斯M12 是133辆北约一线坦克 可能还有国家增加提供 包括法国的勒克莱尔坦克 此外 乌克兰将接收近2000辆装甲车 加上之前的两三百辆 其北约装甲车的总量将超2000辆 除此之外 根据相关消息 乌克兰方面利用仅有的空军战机 已经开始使用美国提供的 杰达姆精确制导炸弹 该炸弹有多种型号 基础型号的装要大概450公斤 和战斧导弹相当 最大的则是超过13吨的 JBO57炸弹之足 美国驻欧洲空军司令 詹姆斯·赫克尔将军证实 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 已经在使用JDAMER制导炸弹 日前 北约和相关军阀组织最高领导人 齐聚乌克兰机府和乌克兰武装部队 总司令扎卢日尼会面 除过整合协调武器运送 培训部署整合等事宜 你可见相关动态的酝酿 具体是北约欧洲最高盟军司令 也是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 美国克里斯托弗 卡沃利上将 英国总参谋长托尼·拉达金海军上将 波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拉吉蒙德 安杰·伊恰卡将军 美国乌克兰安全援助小组指挥官 安东尼奥·阿古托中将 北约英国波兰乌克兰军方最高领导人 还有美国援助乌克兰小组领导人 还有就是你必须要看到 乌克兰军工生产在北约的帮助下 不仅在恢复更在升级 制造大航程的无人机 之前乌克兰已经多次用无人机 深入俄境内发动攻击 有次直接冲莫斯科尔去 如果这类无人机搭载小型核弹头 那后果不可想象 我们之前还谈过 欧洲列强除过已经开始 救援乌进入争先恐后模式 且已经纷纷开始 欧尼亚直接在乌克兰建立无期生产线 德国蓝银金属准备在乌克兰 直接生产其目前最新的黑豹坦克 法国意大利等都有相关意象 英国方面称绝对不能落在别国后面 相关军工商已经在考察 这些列强看上的是战后乌克兰的巨大商机 其政府和社会将全力强化军工 乌克兰本就极其雄厚的军工积淀 俄普这一仗不仅把乌克兰打成 现有武器保有的强国 也将成为欧洲军工生产的重镇 更超当年在苏联的分量 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军事和军工强国 还将把其打入欧盟和北约 类似的还有波兰 波兰已经和正在构近海量的海马斯火箭炮 埃布拉姆斯坦克 部战车 韩国K2坦克 K9火炮 部署大量爱国者 还有萨德 陆基宙斯顿 之后将和乌克兰连骗 4月份 你将看到乌克兰把俄罗斯攻击拦截的没脾气 钢铁洪流 压得俄只能溃退的战局 而在一年前 俄还是号称的世界第二 之后很快 最迟到6月份 乌克兰将攻到亚素海边 俄顿巴斯和克里米亚被完全分割 克里米亚微如悬卵 人间事毕竟是向前的 眼下正在进攻之前的酝酿 序幕即将拉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